剛剛提到的所謂老師的重要 那其實就是因為有這些願意去對著學生去講一些所謂的公民的概念 所謂的民主、所謂的自由 才可以一直一直的讓更多的學生站出來去為他們的未來發聲 所以我們下一位要對我們講幾句話 就是一個大一的學生 那浩文你自己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是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一年級的學生 我來自台北 這是我第一次跟我們學校哥吉拉社的學長姐們一起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也是我第一次來到社會運動的場合 我今天會站在這邊是因為我不希望自己再沉默下去 不希望十年二十年後的自己 比試我今天的怯懦跟冷漠 其實我來到這個地方我非常的感動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的想法都跟我一樣 我說的話大家也都聽得懂 希望大家回去了之後可以影響自己身邊的人 讓他們開始思考 思考台灣的未來 還有關於自己所期望的未來 不要再做沒有意見的良民 謝謝大家給我這個機會 其實這條路我們並不孤單 我們都有同樣的夢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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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